因為可能喝了酒之後 情緒特別激動 還跑到了別桌 影響其他客人用餐 甚至見到股東也狂嗆聲 導致店家事後收到其他客人留下的一薪復品 這個事情呢 拍直播講比較快啊 打字實在是不太能夠傳達整個狀況 這個人之前有來過店裡吃飯 那麼 是我一個從小一起長大一個兄弟幫他定位 那後來呢 為什麼我這個兄弟沒有幫他定位 而變成他自己定位 我也不知道啦 所以我也不知道有我朋友的朋友去用餐 那在私處那邊其實我已經一段時間就是沒有朋友 或者是沒有相同的朋友沒有交代的話 原則上我是不太會去的 那因為尤其是最近 因為各店其實都狀態不錯 那麼我們也在往 平台啊 然後一些小東西在發展 所以我跟總店比較忙 那那天呢 是我們一個股東啊 Apple打給我 就講說 啊店裡在吵架怎麼回事這樣 然後我才開始聯繫 那當天因為電經理 電經理請病假中暑 那還沒聯繫上的時候 電經理就已經 出發往店裡去 那我就打去店裡 我在店裡的人聽 然後聽到非常吵鬧 又要幹嘛又要幹嘛 又要讓人來 又有的沒有 我說哎唷 這是哪一招這樣 那我就打給我們那個王蘋果 其實 現在對於王蘋果比較不好意思 王蘋果那天也被我兇 因為是這樣啦 我今天開店做生意 我今天開餐廳 我開店做生意開餐廳 我不是開酒店 我不是開特種營業 我賺得很薄利啊 我又沒有兄弟在為事 我當然不希望我的股東去介入 客人之間的紛爭 他並不是跟隔壁桌起糾紛 而是他是定位人 他約了誰來吃飯 我怎麼會知道 他跟他約來的人 兩個人 一個另外一個女的 吵了起來 那吵了起來之前呢 這個女的認識我們的股東 Apple 就跟Apple說 我要來你店裡吃飯喔 那人家聽到朋友來吃飯 很自然而然的去打招呼 結果一進去 哇 琵琶就罵起來了 他就說 你是誰 我是這裡的老闆 我不認識你啦 你來幹嘛 這個 這個 因為這個 這個不是我 單方面這樣講 他自己也這樣講 蘋果也這樣講 服務生也這樣講 他就批發說 跟你們老闆怎麼樣 老闆是誰 藍原老闆當然是我小名 不然是誰 很熟 有的沒有的 然後這個時候蘋果打給我 我才 去瞭解 我說 啊你第一時間就離開就好 你那客人就跑扯了 他也被我罵得一頭懵啦 我也把電話拿給他 我就跟 我就跟對方 就 因為我事前已經先打來店裡 大概知道 那我當然是先安撫他 他就講說 怎麼樣 他講一大堆啦 你兄我弟就講一堆啦 對 台北市可能兄弟認識很多 還是台灣人兄弟認識很多 沒關係 就說他旁邊什麼 他弟弟又是誰 什麼又是誰 誰都一樣 天王老子都一樣 來我這裡吃飯 就是給錢 如果我做錯了 你跟我講 不要跟我講 認識誰 他安撫了 也安撫了 可是呢 我還是請王蘋果先離開 這個當中 我跟店經理有聯繫 經理說 老闆你有什麼看法 我說如果 動手動腳 還是幹什麼 還真的是不行 你們不要介入 請管區來 因為管區我其實都打過招呼 請管區來處理 千萬不要逞槍 那 店經理抱病去處理 然後這個 其實我們這個經理很老練 處理得很好 那 他在回報我的時候 就說 老闆那個 我先讓隔壁桌的 半價優待 我說很好 這樣子是對的 因為你吵到了隔壁桌 那 另外呢 會再約隔壁桌的 再來用餐一次 做為我們的一個潛意 我說很棒啊 很符合我做事的方式 很老練 那為什麼今天會講到這個事情 阿幹 我他媽收你半價的 是不是 然後又要再請你來吃一次 你他媽能給我復評 隔壁桌 吵架是我能控制的嗎 不是我能控制的嗎 不是嗎 隔壁桌要幹嘛 我能怎麼辦 我也不能怎麼辦 那吵到你 我陪你嘛 可是我想不對 不是阿 這個女的都不用打電話 跟我揹壞哩 講得跟我很熟 我周遭很多人都很認識 我還會啦,你都不用看的電話,跟你在那邊哄這個喔? 你來我場子,亂玩的,他媽的,跟沒事人一樣 我打給他 電話揭曉,我就跟他講,啊你誰 我說我藍花小民啦 喔 怎樣 我說你來我場子,裡面亂玩的,你都不用打電話給我揹一下 那我是要跟你講什麼啦 啊 我就在什麼哥的店裡面吃飯啦,怎麼樣 我跟什麼哥都一樣,我告訴你,大雞巴哥哥都一樣啦 跟我講這個五四三,你要先跟我道歉嘛 你媽的哥比我大聲什麼東西 老子讓你大聲的啦 我開店讓你鬧,鬧完了你還跟我大聲 什麼雞巴毛,我不懂,你知道 不知道台北市你混多好啦 他開擴音,跟我在那邊吵來吵去,吵得跟真的一樣 哇,認識很多人,怎麼樣什麼小的,跟我講這個喔 什麼你在開會什麼雞巴毛的 我開你媽啦 我叫我的股東自己去處理 我說 我跟年輕人說,你們自己去處理,打電話給他 看他怎麼弄 稍晚 剛剛打給我 打來了 說 要怎麼處理 隔了半個月了 你現在說,我去你店裡面砸店 掉錄影帶出來看 砸破你杯子,我陪你杯子 砸破碗,我陪你一碗 砸破什麼,我陪你什麼 你當我是小孩的喔 我說 你來我店裡面鬧完事,你不用先跟我道歉嗎 你影響到我隔壁桌的客人 他說,不然你把隔壁桌的客人叫來嗎 我跟他道歉嘛 是不是 什麼叫是不是啊 什麼叫跟我隔壁桌的客人道歉啊 在講什麼東西啊 你要先跟老子屋我道歉啊 講到最後這邊跟我臭我嗎 臭來跟真的一樣 哇,欸 我真的不要講了嘛 不要道歉了啊 道什麼歉啊 兩杯馬尿喝完,你跟真的一樣 台北市你混得這麼好啊 會翻天、會腹地啊 你會打電鬥了啦 你什麼來歷啊 我不知道啊 我不認識你 我理想明混到今天啊 做了你小生意,也容不得你糟蹋我 牛柔柔是不是 所以問我說啊,你是不是要跟我幹一下 我說你現在是怎樣啦 他說你在電影等我,我來找你啊 我說好啊,我等到現在 我這麼多家電,你不知道哪一家電,我要輪流等嗎 還是要約大安森林公園 我知道我自己脾氣喔,不是個很好的人 但是我在面對客人的時候 跟面對朋友的時候 我不會這個樣子 我為什麼會這麼暴躁 我對這些人為什麼這麼暴躁 我講真的啦 我跟你客氣 該客氣,我也客氣完了 你有幫我們當一回事嗎 沒有嘛 怎麼弄到好像我們欠你的一樣啊 我開店,你來喝酒,你來鬧事 兩杯馬尿玩了以後,你會飛了 卡鏈到了 跟真的一樣 我跟你說話啦 全台灣啦,出來做羅門的啦 剛才你這家不敢拿出來說了啦 笑話人的嘴 人生敬 貨豪 人生敬